欢迎收听中国真实灵异事件 我是陈某人 鬼问路 这件事情发生在2010年 这过程呢有些离奇 因为那天我正好跟他见面 而且后续连带着反应 我也算是擦边者吧 2010年正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工作已经在09年签好了 地点是在江西 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 从来都没想过去的地方 毕业那年以后 我拿着毕业证书回到了家 觉得念了这么多年的书 好像终于是熬出头了 心情就十分的松散 而我的同学们跟朋友们 有的已经毕业了 马上留在省城里边打工赚钱 有的去大城市补课 有的小学同学呢 没有读大学的 都已经在忙着工作了 我那个时候 觉得自己年轻时的最后的四十天假期 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了 于是 大约真是这样的 2010年的夏天 东北的小城跟往年一样 雨水不多 中午炎热 早晚清凉 像我这种爱交朋友的人 这假期肯定是牵不住的 经常吃完了晚饭 出门出门 去找朋友 其实就是去城市边上的大和尚 溜达溜达 聊聊天 或者是去大商场里边坐坐 买点东西 有一天 我跟一个姓范的朋友出门去玩 我记得当时还有两个女生 后来时间不早了 大概八点多吧 这北方的夏季 快到八点的时候 天才慢慢的黑下来 那天不知道为什么 小范跟那个女生顺路 他们俩就走了 我们其他的人呢 也搁问东西 等过了几天回家的时候 有一天小范约我出来玩 他就把我拉到了一边说 哎 你说到底有没有鬼啊 小范满脸凝重的问我 咋的了 我早就说有 你不是不信吗 你问这干啥呀 我回答道 不是 这次我碰上了 你说咋整啊 我该咋办呢 你可滚吧 少忽悠我了 哪有那么多事会让你碰上啊 我对于小范的说法呢 是不信的 真的 骗你是狗 小范的表情看起来很严肃 我一听他这么说 肯定不是闹着玩的 我就问他是咋回事 赶紧跟我说一说 他就跟我说起了那天的事 那天我们几个聚完了会 他跟那个女生顺路 走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女生一拐弯就到家了 他又没有再跟着 然后那一块离他家呢 大概还有三里的路上 其实我们的小城本来就不大 城市里边的夜晚呢 也算得上是灯火辉煌 人挺多的 尤其是夏天 这晚上出来散步的老头老太太 高考完后的同学 偷摸的搞着对象 挺热闹的 但是吧 要发生的事情呢 肯定得有个环境 不过这次没有什么山沟子 坟卷子了 因为是在城里边 小范要回家 就得路过一个狭长的路 那条路的旁边呢 就是过去的那个监狱 现在已经变成了别的用处 不过这里面人还是很少的 前些年我在那走的时候 还看见监狱城墙上的炮楼 跟铁丝电网呢 这路两旁也有很多的柳树 没什么路灯 灯光挺暗的 小范家就不远了 平时走这条路的时候 那是再熟起不过了 也没有任何的恐惧 正当他走进路口 一段距离的时候 就看见前面一对青年男女 在他的面前向他走了过来 等快到他跟前的时候 那其中一个男的就说话了 哥们能问个路吗 那男的说了一句 啊你要去哪啊 小范非常爽快的回答了一句 可是那男的说完了一句话 就不再说了 而是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小范 旁边那个女的也不说话 这两个人并排站在那瞅着他 小范跟他对视了一眼 然后心里边想着 这两人不会是有病吧 也再没有说话 就往前面家的方向走了过去 走着走着 他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那俩人还在那站着呢 并且回头正看着他 也没有什么表情 这小范心里边就有些觉得不对劲了 再往前走大约三十米左右 这时候呢 又看见前面走过来 一对母女模样的两个人 那妈妈瞅着他呀 大概三十多岁 领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 穿着打扮都是普通的市民 这小范正寻思着那两个精神病的事呢 这时候那对母女就走到了他们俩的跟前了 先生 能问一下路吗 那个妈妈突然间开口对小范开说话 好啊 你想去哪 小范说完了就等着他再接话 结果跟前面的那两个人一样 那个女的也是一下就不说话了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小范 也没有任何表情 他拉着那个女孩也在没有说话 小范也是跟着这娘俩对视了一会儿 就觉得不对劲 这个时候路上没有任何别的行人 就他们三个 再加上之前那两个人 一共是五个人 这小范一看又碰到了这古怪的事 赶紧就闪了 绕开他们往前走 这次呢 他回头看了看 发现那两位一大一小 也跟前面那俩一样 回头正瞅着他呢 这下子他心里边毛了 这脑袋上也开始冒汗 腿肚子呢 也开始回不过弯来 后来也不知道咋的跑到了家里 到家之后 小范想起了刚才的事情 总觉得十分不舒服 那个时候就感觉到胃很难受 过了一会儿身体开始不舒服 恶心 上吐下泄的 这折腾了很长时间 他爸爸见了呢 就问他 咋的了 吃啥了 小范说啥也没吃 出去根本就没吃东西 后来他爸爸问他 是不是回家的时候有啥情况 小范就把那事情跟他爸讲了一遍 他爸一听之后呢 也是没说话 拿了一些纸跟其他的东西 就到那十字路口去烧了 一边烧还一边念叨 具体念叨的啥 他不知道 说来也怪 这纸烧完了 再过了一小会儿 小范就不恶心了 也不上吐下泄的了 就这样 好了 这就是这件事情的经过 我听完了之后 我就跟他说 不行 你去庙里边 请个佛带着吧 挺灵验的 后来这哥们儿听了我的话 到附近的一个庙上 请了一尊开光的菩萨带着 再后来也没怎么听 他说过这些灵异的事儿的 来也会说过这些灵异的事儿的 只会有补救